时代和民众的观念不停地在进步 但是冬天吃香肉进补的行为并没有完全消失 高雄市的关怀流浪动物协会 听说有人私底下杀狗卖狗肉 于是就自行展开调查 果然发现在屏东坎顶乡有两家业者 在做这种违法的勾当 每个月屠杀500只狗 而动保团体把搜证的过程全部都拍了下来 但是画面当中的业者今天出面喊冤 他说自己的确曾经卖过狗肉 但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他欢迎媒体追踪调查 照片上的铁皮屋位在屏东县 坎顶潮州交界的台塘农地上 就是动物保团团体所指的残忍突口厂 动保志工洋装成爱吃狗肉的人 登门买肉 动保团体说这家突口厂已经很多年了 戒备森严警觉性高 好不容易透过特殊人士接洽才买到 估计每个月至少屠杀四五百只狗 而另一家座号狗肉店的业者 除了贩售生狗肉提供泰克烹调 还夸口宅配到家保证新鲜 东马团体不满 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向屏东家处疾病房之所 检举这两家业者 并且将购买的狗肉送宴 但是官方居然没有后续作为 这个地方是镇五的地 台塘的地 为什么可以承租 让他这样子杀狗 平东房治所博次指控表示业者是累班 已经开过三次罢单 那些业者早已经脱产 而被指控的网信业者上午出面否认 他承认自己过去确实卖过狗肉 但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 不过这次东宝团体送宴的肉 三件里面有两件被验出 确实是狗肉 房治所表示将依据东宝法 对业者处于五到二十五万元的罚还 记者高雄屏东综合报道